腾讯体育 腾讯体育,10月11日炫,2018年,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级战正函。 第二日比赛中,LPL赛区的爱济与RNG战队兵不血刃拿下胜利,而LCK的RF與JNG先后遭到FW与RNG的阻击。 南球一胜,除此之外,越南战队PVB战胜欧洲3号种子第二,欧洲豪门FNC顺利拿下100T,C9在城北美荣光,战胜VIT为NA赛区拿下首胜,S8次域,RNG地区为缅冠军,LPL赛区创S3这家开局RNG队员UVI化重点金日在国,明日预告最新级分榜和赛区战, 既RNG1.0,JNG前期双方都没有人头爆发,但是RNG拿下土龙并且推掉了上路的伊雪塔,JNG选择拿下土龙止损。 前期双方场面基本时评,中期瑞兹选择与青钢影丹带,随后双方接连在针对一次双方的丹带英雄。 中期双方仍然没有明显优劣势,后期吉恩虽然不断利用青钢影的丹带取得效领先,但是RNG一波先手机杀吉恩四连后,RNG一波赢下比赛。 IGE-0TRX本局比赛中,双方前期常规开局,IGE终以绕后下路帮助队伍打开局面,TRX比赛一球发育。 双方局面将持不下,中路持续拉扯之后,扎克主动开团,到内四下带领队伍击杀男爵,IGE顺势分推三路,赢得比赛胜利。 SW-1-0TFS韩国队四连败两队0比2开局震环,是五连贯的LCK队伍吗? 大局比赛中,双方前期打得十分保守,有小规模战斗也是一触击退,盲分前期数次游走上路收效甚微,直到15分钟才在上路攀开爆发一血,两边的耐心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耗,四一分推打的有声有色。 直到AFSG杀盲森后,尝试开大龙时,错误地估计了伤害导致大龙丢失兵鞋崩溃,其后越战越有的恰杀接管了比赛。 SW拿下第二条大龙后,上路强推,完成团列一波击溃了基地,PVB-1-0G-2本局比赛中,在十分钟的相安无事后,PVB再突然展开了凌厉的攻势,两度进攻下路杀人破塔。 其后PVB将快推进速度,第二贸然街团给自己挖了大坑,几度掀起反扑却无法改变大劣势局面,最终装备豪华的侠成为了决定性因素。 中路强推十一波三杀直接终结了比赛,100T0-1FNCS8官方20强欧路只有他一人Caps用八杀超神加密法王本局比赛中,双方前期常规排局。 到内中路单杀新德拉带起FNC节奏,上路中路推塔战制视野优势,随后分推三路扩大经济优势。 由于装备的差距明显,FNC的双C爆炸输出完成团面,成功将冰线推上高地,到内今身半杀一波,FNC击了基地。 IT-1-0TRX本局比赛中,双方前期常规开局,IT终于绕后下路帮助队伍打开局面。 TRX比赛一球,发育,双方局面将持不下。 中路持续拉扯之后,扎克主动开团,当内四杀带领队伍击杀男爵。 IT顺势分推三路,赢得比赛胜利。 VIT-0-1C9比赛前期C9打野不断军选酒桶,并且借助商业联动将优势滚到下路。 但是皇子也迅速速出反应换资源稳住局势。 中期VIT利用妖姬的打败和优秀的团战处理取得领先,并且拿下大龙Buff。 后期C9面对大龙Buff主动抓机会,成功阻止了VIT的大龙进攻。 随后双方不断拉扯,C9招出机会拿下双龙魂,并且利用双龙魂翻盘赢下比赛。 赛后生意Rookie,Caps倒霉很秀,但我根本最想念中国美式Rattles。 欧洲三队出现不现实,如果打RNG很难赢FW辅助,卡莎出装很想就想要自己赛州交手卡扒。